大家好 數月份已經差不多到月底 其實到這個星期開始 交易天只有三日半 因為星期四是除夕日 只有半日市 星期三是今個月期止結算日 星期二是期止轉倉的高峰日 換句話來說 很淡的施殺只有一天 就是星期一 看回整個大市 十二月份真的有點出乎意外 直到現在這分鐘 整個月份的波幅仍然很小 因為暫時來講 恒指仍然由七日高位26,870 跌到22日低位25,998點 即是波幅今個月直到這一刻 都只有872點 如果問我 我覺得只有今個波幅仍然還是小 因為過去這麼多年 從來未試過一個月份的波幅 小到只有800幾點 會不會今個月 真的會去到這麼小的波幅 看多三日半市我們就知道 但有一件事可以看到 就是大市仍然屬於緊扣高台 為甚麼 因為整個市的起步點 是9月25日的低位23,124 相對現在的指數 升不到跌不到 但終於是26,000 即是市是一個高台 事實上來說 經過八個星期的上升 指數去到27,040點 這一刻是11月25日的高位 八個星期升到3,916點 出現一些技術上的調整很正常 但直到這一刻 最低的指數是去到25,998 即市是跌回1,042點 相對3,916點的升幅來說 這個技術上的調整很溫和 剩下今個星期 就看看有沒有變數 因為上個星期的市 曾經因為美股那邊有些反覆 從而令到指數一度是跌穿26,000點 當然在那一刻來說 技術上由於恒指跌穿了12、10天線 形態上或者走勢上 是好像想下市50天線的格局 但隨著星期五有少許斷定 甚至技術上的回升 指數又咬又咬回到26,300點 情況又有少許變化 因為距離的10天線和距離的20天線 不外乎是8,200點 即是說如果在今個星期的市 能夠進一步升多8,200點 它又可以回到10、20天線樓上 簡單來說 其實市在這872點的波幅裡 升三幾八點 技術上會出現一個好像 浴市頂的格局 跌回後跌三幾八點 又當然不用說浴市底 即是說市根本是反覆等變 好了 其指結算會有甚麼情況出現呢 因為12月份雖然是先高後低 但經過3986點上升 直到這一分鐘 指數仍然在26,000多 即是說好倉大戶 根本是首執主控權 不放手 有理由相信一眾淡倉 如果要轉戰到明年的一月 如果在早前比較低的水平 建立淡倉 現在就多少都會負上少少 沉重的轉倉代價 因為市在26,000點 左近樓上 盡量轉倉 沒有得便宜 至於結算 很大程度上 都在這個區間 左近水平 但有一個因素 大家要留意 就是連結 因為去到連結的時間 其實多少都會憧憬 會不會有些基金粉飾儲倉的部署 比起以往 往年很多基金經理 去到12月初旬已經放假 去瑞士放假滑雪 回美加等等 但今年疫情這麼緊張 大家就坐定定 哪裏都不用去 既然你坐定定 哪裏都不用去 自必然的心機 就會投入股市 雖然很多人說 基金經理今年的投資組合 很兩例很兩例 其實已經賺了錢 除了一些傳統的籃籌之外 大部分新經濟股 其實今年的成績都不差 那是否需要去做粉飾呢 所謂粉飾的意思 不是代表要將股價推得很高 最低限度會維穩 因為基金既然今年成績這麼好 的確是沒有必要 刻意大手去推動 但錢或賺錢是沒有人嫌多的 稍為氣候有少少配合 略為做好少少 絕對不出奇 好了 再看看股份方面 暫時來說是很個別的 真是個別都很緊要 如果你說傳統籃籌來說 又不是全部差 港交所創了上市的新高 或者是友邦創了上市之後的新高 但其他藍籌股仍然都徘徊不前 至於中移動和匯控 更加走在低位坐緊的水平 嚴格來說 處於一個反覆帶遠而等變的格局 至於新經濟股份 暫時來說沒有甚麼看頭 包括騰訊、阿里巴巴、美團點名 以至京東 但不要忘記 相關股份由今年低位率積升幅已經不少 騰訊的起步是325 阿里巴巴200元以下 大部分股份都在高台上出現一個消化 但消化完之後 相對低位來說 你仍然在高台上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不排除在整固等變的形態當中 都輕輕傾向於 拿著高位來進行一個結算 至於一個板塊 光伏的板塊 全部都漂亮了 沒錯當中夾集了投機成份 但沒辦法 政策既然是推動 政策危機繼續支持 資金 傳統經濟又不能炒 新經濟股又在原地踏步 更加多投機性的資金 就一窩蜂湧下去 光伏的板塊 令到相關股份 升勢是相當零厲 一個月之內升了50% 你只看一隻968就已經知道 剩下的 汽車板塊也相對比較硬 因為中央政府希望 未來在新能源汽車的發展 能夠逐步提升 事實上也有政策出來 去到2025年 新能源汽車在市場佔比 是去到20% 相對一年 現在落地的汽車 2500萬台 來計算 即是2025年之後 佔比有500萬台 問題來了 比亞迪一年都在做幾十萬台車 顯而見之 未來這幾年 政策和汽車公司 是會投放更多資源和技術 去開拓生能源汽車的板塊 所以造就了這個板塊 是優於大事的 剩下資源的板塊 亦相對比較硬 我想說一說 八八三中海人石油 因為 由九個蘿蔔跌到七元流下 其實不關油價的事 基本面一直都沒有變 問題就是 特朗普的政令 令到一類的中資股 在一些沽額主導之下 跌勢是比較明顯 這跟基本面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你只看中二動已經知道了 但相對油價來說 我看未來 應該可以慢慢慢慢穩定 變了 7.27.3個中海洋石油 的確有一個中線部署 中線部署的一個投資價值在 至於短炒的 亦都不需要擔心 放下記錄上指示位 在6.9也好 7元也好 就看有沒有機會 走一陣上去 試回百元 今個星期 我想大市的氣氛 仍然還是比較淡靜 因為大價章子 過年 但始終資金都是個別走向 新經濟股繼續整股 熱炒股份繼續熱炒 傳統藍酒繼續牛皮帶軟 市明快步伐 無論如何都要過年才見到 是不是 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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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